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为您带来的 小黄九八C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是高手的循环罚战赛 第一场比赛由Edison vs.八神月 那本场罚战赛呢 参赛学者有Edison、八神月、UTBJ灯神 五大顶级高手 看一下这边下赛接后抓 这罚战赛不多提了 就是赢的下场 输的在场上待着 如果你是连败三场呢 你就会直接被罚下 被淘汰 直到最后一人 来看这一局 大门还是找到节奏 漂亮 天地反 走 反逐二则 则中就死 好下地 则中 这时候两段是跑虚晃 下中腿 确实是非常的细节 对吧 让你以为我要跑抓 结果是一波大乱动 打运带走 这波天地反 抖黑EPABCD的援助 来看下一回合 这大门的则非常的强势 对吧 大家懂得都懂 看一下 艾迪森这边 日发出场的 不知火 得了一颗资源 看来不打算爆气 一点点往板边推进 RP好了 哎呦 这手原地是高跳 飞手之舞 骗到了RP的3C 可惜没有确认连段 大门之夜暴戏 直接被敲倒 好的 走 白鹿之舞 伤害差一丝丝 喂好的 这手后跳空中必杀忍风 来看下一回合 这下大门确实被嗅到了 看一下双方 不是火的内战 啊 RP直接暴戏 可以的 艾迪森不打算 暴戏好的后一位 中了前邪轻腿的 最后一段 那没了 暴戏连 Mix白鹿之舞 只要80月不失误 可以一套带走一匹 这手不知火 应该是糟了中 哎 这就是不知火 对吧 为什么很多高手 都用它的原因呢 就在于此 伤害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的稳健 来看下一回合 艾迪森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 暴走八神 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 艾迪森的暴走八神 被称作最强 对吧 最近好像风头过去 但你也不得不承认 通过这一个事件 就看得出来 艾迪森他这个暴走八神 给别人的印象 是非常深刻的 来生龙爪痣 雪花七月银 雪花三十 八只你再撂 可以的 这一波的话 应该是一套带走 反守天堂之眼吗 来 选择板中二则 下一修谎可以 嗯 有这手连跳青角吗 应该是想小影跳百合折吧 但是这边失误了 可以C头 但是这边二则连断又失误 这八神月这手扶着火 有点浪的 攻中各种取消 看什么必杀人风飞 组织舞 但是奈何都太高了 来看一下双方 暴走八神的内战 谁才是顶级高手 嗯 三七打三七 二批直接一颗CP 那这边连段回收资源的同时 达到反中二则 Edison能否防住 小影跳百合折 一批落一批 躲开 二批是安全跳 哎 好的下地对色到二批前 小影跳的落点 翻手葵花 新月银八十女八十月 只能交出相反 起身再则好小百漂亮 在版片连续两次小跳 突然一波小跳出版 全场之眼大爆发 一批即使交出相反 这个伤害也灌满了 但是一批也不能不交 因为还有后续的伤害好的 重拳六臂 天堂之眼 葵花七月银 不死还有八只女 Edison这边赢得比赛 那这样的话就下场 八神月被罚善了啊 来看这边 UP登场 UP是国服最强的暴走连纳 对吧 也是目前为止 国服最强的选手 哎 他的基本功啊 非常的扎实 看一下八神月这边 他们开始被关在板边 但是一批这一下 六臂取消飞出之物身位太近 势必要被缺反 虽然伤害不高啊 但是出版了 好吧 这下二臂安全跳 被一批骗抓地头 哎 其实准确来讲的话 是八神月想高跳电子令头啊 被投了 这边确实比较伤 六臂这边反应速度实在太快啊 哎 能量展示想打回针 但是一批是安全跳 落地立刻拉后啊 不给你指令头的身位 哎 下边逼 哎呦 UP太稳了呀 对吧 你不急 我也不急 哎好 罗伊比特还有一批 前鞋星腿 这波 反主二则则中就死 两段是跑刷 不敢动 漂亮 因为上一局 八神月选择点下盘 所以说UP这局就真的敦防 可以 虽然说上一局打的不是UP啊 但是UP在场外观战 那肯定是要去了解一下 或者说研究一下八神月 今天的状态 对吧 看一下一批克里斯 一批一颗CD 好的 三七进满 板中 在 哎 等着反边应则吗 板中日则 果然是板中日则 两段是跑 哎呦 但是没有抓到 这是为什么 不急 打门 嗯 高跳重肥 正逆则好的 二批三七 逆向对空 很帅 但是 没有救回来 克里斯这边 三颗系在手 哇 UP今天就真的稳 不急不躁 把跟你一拳一脚打 什么时候择到你 我什么时候打连段 这边 三四预夺 不条CD跟战地的相杀 大门这边也不慌 哎 反正我是第一个角色 对吧 我耗得起 能量闪圣回真 UP还是堵了一下 哎呦 可以的 八十月这手大门 真是温如泰山 对吧 跟我比稳 好 成全你 成了外格 里头出版 来看下一回合 UP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 抱走莲娜 看一下能否顶住 抱走莲娜 手底 哎呦 四颗气啊 资源非常多 这边 偶一好 三C一夺 UP要小心了 今天二匹的这个对空意识很足 但是说是时那时快 好的 恐竹连续守刀 一匹的连续正利则呢 对吧 给八十月的压力很大 然后突然UP选择了一波小跳C的正向 八十月反而认为是逆向 对吧 刚才那一手指定头明显是逆向的复合 可能是想出三C 来看一下这边不知火 手底三科技 能否让UP不见到自己的最后一个角色 UP还在放针 一朝一世都在预判你的能量闪神 UP实在太稳 哎 欧宇好的战役点 日则前冲六B 想则中断 但是一批后跳躲开 抱走角色 他这个跳跃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手刀想打 推到板边 好胜龙 八十月还是没忍住凹了一波 毕竟面对暴走角色嘛 这下凹双龙呢可以理解 但是确实 哎 这个对手要确凡你的 来 磨血 没磨死 好的UP这边花式集气 集了满资源 五颗系 满血 来看八十月这边的暴走八成 能否稳住 嗯 两颗系 一颗CB直接消 可以的 消除唯一的两颗资源 那这样的话 板住日则择不出东西就疯了 把这UP五颗系砸都砸死你了 好小跳子 漂亮正向 UP想太多 但这波也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 一颗想法交出来 还在暴气吗 不暴气 好 哎呦 这时候小跳羞晃片 B头 2B只能交想法 小跳吗 没有 哎呦 小跳卸风不是百合哲 这波是卸风 完了呀UP 聪明反被聪明物 自己太稳了 导致对手一旦跟你赌呢 你反而会受不起这个风险啊 比分零比 来看下一局 八神月之边战胜下场 一旦被罚战三次 如果第三局还输了的话 就要被淘汰 所以说双方就一定要先下场 对吧 这样轮完一轮呢 应该会掉了不少选手 有点像吃鸡一样 你要活到最后 看一下这边 克里斯内战 而是可以找到节奏 嗯 这边后抓再继续连段 稳 BJ这边还是比较敢打敢拼 怎么说 哎呦好的 小跳哭到脸上再拨指令头 甜老爷 再走 无伤 威师哥 来看下一回合 这BJ太疯狂了啊 来看UP这边 不知火能否稳住 哎呦好的 再一波指令头 这指令头就真的赶住 而且每次都中 你不得不承认啊 BJ今天手感不错 或者说运气不错 反边推 下踩 反边再择 哎呦好的 这边下随便一笔裸一笔过来地头 哦 奈罗最低点以后 再一波扇扇子 打一波尾连 啊 这招不是连段 但你不能动 或者说你不能抢 看下这边 下不远逼 可惜没有就成连段 特里斯的区域拒止 还是比较的有威慑力 对吧 下不远逼就是一套连段 哎好 必杀忍风 漂亮 UP这边是若即若离 后跳而好 突然一波必杀忍风 打一手回马枪 去针对你的前冲 或者针对你的乱动 啊 看下手方不住火内战 怎么说 BJ 哎好 攻防一下 但这边落地被吸头可惜了 一批暴戏 直接被揍 难受 超杀吗 超杀 哎 这边BJ还是一顿很揍 看一下反边 哎呀 哇 这个圣龙什么鬼 那UP这边应该是翻盘了 漂亮 极限推板 哦呦 超远距离 MX白鲁之舞 你给我死吧 这BJ有点太自私了 对自己的吸本功啊 打优势的局对吧 你归着打都能赢 但是反而一波圣龙 把自己卖掉了 天哪 这UP也是非常的给力 对吧 没有失误啊 极限的推板 来看一下BJ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暴索 连纳能够稳住 嗯 EP直接CD 可以 哎 不如我表示 反正我这条命 都是捡回来的 对吧 跟你赌一赌 也未尝不可 吸一头白鲁之舞 一套四哥 怎么说 下期乱动 龙岩舞 哎呦 这边呢 怎么想 哎好 原队是高跳对色 EP的飞鼠之舞 还是 猜到了 嗯 来看下一回合 但是不如我已经打得很赚了 对吧 按下双方 抱索连纳 谁才是最强 跳四列前冲 延迟地头 哎呦 这个手刀竟然熬中了 UP今天的运气不错 来 二P只能交出强反 这边小跳四 虚晃生 你则一笔 裸一笔躲开 但是被追AB 这边连续中断则 二P再次暴戏 UP手握一颗资源 看怎么做 嗯 稳 来 下B六B 下B 双方互相的点下青角 去做区域的拒止 哎呦 跳C但是被二P没有确认 哎 什么鬼 又没有确认 这两边失误有点大 来 高跳 能量闪身 一P 怎么说 哎呦 哇 两边都拼起全角了 很极限 一颗CD 直接消 哇 这边呢 都不敢轻易地弦跳啊 哎呀 好的 你看我就知道 BJ这边前跳 直接被手刀啊 UP这个反应速度 实在太震撼了啊 令人震惊 那战划UP下场 灯神灯场 来吧 最后一个灯场的灯神 这BJ今天看来是要糟得中了啊 篮局绝对是很影响心态 这边前前钻当 这次二P的前跳CB 落点立像 直接被骚 可能 后点赏击 啊 这小游地 这手 小罗利 是吧 我是特别喜欢这个角色的 设计的很有心合力啊 这边原地许之高特 躲开UP的生龙拳 打晕带走 霸王想吼拳 来看下一回合 无伤手掉啊 这边BJ手里一颗心没有 看一下不出火 怎么说 嗯 好 又是逆将 又是底办 好家伙 BJ自从事上一局 哎 起跳以后 直接被生龙 直接被守刀 这一局有点对跳跃 有点执念啊 这执念有一些深 是吧 再则 二P熬一波生龙 凶杀一波 直接晕了 我的天 这是什么百合 这反击百合 已经不叫反击百合了啊 叫反击百合折折了 太凶了啊 看一下BJ这边 能够稳住 嗯 连跳进攻可以 打速攻 对色一倍的后跳 但这边手里的资源 没有去灌伤害 下机对色二P的前跳 好的 安全跳 骗出二P 手刀要穿伞 哎呦 这灯神 怎么说 跳CD跟上 虾臂 哎呦 哇 还骗出二P的手刀 这银行卡密码都骗出来了 没了 我的天 这BJ被打崩了呀 大家关注我们下期 节目再见 拜拜 这灯神 这灯神太秀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